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他被爆出說 選前極壽高雄的豪宅 被質疑說是不是炒房呢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的女戰將 再度的來做踢爆了 怎麼樣呢 就說你自己呢 這個房子 為什麼呢 講別人 好像就是別人有問題 怎麼你自己也遇到 這樣的狀況呢 就認為說 你自己在炒房 真的是之前來炮轟 高宏安的男朋友 現在回力標 馬上就打到自己身上了 好這整件事情呢 陳時中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根本就不是抹黑啊 你怎麼可以說我是炒房呢 我就買了11年 就是個退休宅 沒有賣出去啊 負債高想要賣掉 這有何不可 徐曉星呢 就直接說了 就問嘛 如果不是炒房 那為什麼 會直接放著不住呢 為什麼還是毛胚屋呢 好當初呢 這個被爆說 這個有很多房產的時候 陳時中就說 自己是沒時間來處理而已嘛 被套牢了嘛 好這件事情 當初這樣說 不就是說你自己是為了投資嗎 你現在又說自己不是炒房 台灣的房價這個居高不下 你是不是元凶之一呢 好這整件事情 你就拿理由說 是屬於市場機制 投資的去攻擊自助 你會不會太雙標了 好現在不只有如此 甚至呢 蔣萬的姐姐蔣慧蘭呢 也被反控說 是不是有炒房的情況 所以呢 台北市長候選人 國務黨籍的蔣萬 他就說了被質疑 你就喊拖把人 就開始攻擊別人 這真的是民進黨很固定的SOP 每次遇到事情 都是這樣子來做處理的 不對吧 好結果呢 現在陳時中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呢 他自己啊 除了被質疑就來動怒之外 他自己在今天掃接敗票的時候 人都還沒有踏進去市場裡面 就直接被民眾給開嗆了 說你這樣子 沒有資格來選台北市長 副長 高雄好 我講有被質疑是在炒房 那因為 萊姆說你之前有提到套牢啊 然後甚至毛皮肚都還沒有裝潢 這是不是就是拿來炒房 沒有人在炒房 放了十幾年在炒房的 那你來炒看看 放個十幾年炒給我看看 他說都沒有裝潢啊 對 我就講簡單的講 炒房都是短期間在做買賣套利用的 沒有放那麼久在做討房 把那定義弄清楚了 當然是最後的時間 他不但是呢 想辦法自己要來拉選票之外 他還旁旁跑去跨界來做輔選 好 這件事情就被認為說 拜託你自己台北市 可能很多小雞都不想要沾到你了 你自己還到處來做輔選呢 當然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明顯的看到了 就是有民眾會直接去嗆瞎 被認為呢 他仇恨值很高這件事情呢 不只是他自己知道啦 包含是呢 這個衛福部長薛瑞源呢 也來幫忙緩家 他認為說呢 這是不是因為啊 他擋人財路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增加仇恨值 你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要講清楚 這個是擋誰的財路呢 疫苗這件事情呢 當初是民眾都希望可以打到 我們大家是反過來來去質疑 怎麼是變成說好像是你擋人財路了 所以怎麼樣很公正 所以才引來了這樣子的一個質疑的聲音 拉到仇恨值嗎 是不是有點呢 這個前後有點顛倒過來了呢 講彎怎麼說 他認為說呢 這樣子的一個仇恨值高啊 就是因為你自己浪費勾堂啦 所以不要再推給老百姓了好嗎 還有呢黃珊珊怎麼說 他說薛瑞源你是不是有點搞不清楚情況 到底是誰在執政 誰有可能當這個前客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台這個新北市議員呢 新北市的立委洪木凱也說了 他說根本就是一搭一唱 獨顯了薛瑞源夜奔陳時中陣營 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好這整件事情呢就被說啦 真的是喔這個話都你在講啦 現在呢剛剛講到啦其實台北這邊的小集 根本就不想要陳時中幫忙輔選啦 因為呢這個幫忙輔選這樣子 恐怕是會造成反效果 好這個仇恨值呢 確實影響是很大的 而且呢很多人都問啊 就是說薛瑞源你自己呢 身為衛福部長 什麼時候變得好像搞得自己 像是陳時中的競選總幹事了呢 這件事情是薛瑞源說的不是嗎 說他黨前客 那表示是有前客囉 那前任部長跟這任的部長 都不說前客是誰嘛 還要他去問薛瑞源 薛瑞源什麼時候變成 他是他指定他的競選總幹事 去做這件事嘛 如果現任部長說有前客 前任部長黨了 那就是前任部長說清楚啊 那我不會覺得說他們兩個 只是在唱雙謊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們講的 到底是什麼內容 今天講起來好像是 就是真 就是這樣聽起來好像真的有前客 請他們拿出來說清楚啊 如果有人當前客 他去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給他拍手鼓掌啊 台北市本來就是多元的地方啊 這個也沒有什麼 而且我們湖光市場 我的服務處就在這裡 在裡面二十四年 所以裡面的攤商 都是看著陳佑成長大了 所以他從小就在這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在裡面 可能比他熟悉很多啦 不用比較啊 我覺得每個落地的朋友啊 所以開心選舉快樂投票 不要每天比來比去 因為選民心中自有定見 台北市政府沒有首長以上的貪污案件 也沒有重大的弊案 有一些相關的都是目前為止 看起來都是一些事務官的 比較科長以下的 但是台北市政府目前的首長級 並沒有任何的重大貪污案 跟前朝比起來少多了 跟中央比起來更少 當然我們也看到幾個問題啦 薛瑞委員身為衛福部長 你自己有沒有行政中立呢 好現在藍營也怒轟說 你整天只會抗中保台 民進黨你是不是沒招了啊 也難怪會有百姓直接上街 來嗆話陳時中 認為他這樣子 根本就沒資格來參選 中六州投票超級星期天 一早陳時中上湖光市場掃街 沒想到又被搶 民眾拿陳時中過去擔任衛福部長時 BNT疫苗買櫃來打臉 薛瑞緣說陳時中是因為黨人財路仇恨值財很高 但真正的理由從民眾嗆聲來看是他防疫做得不好 現在是怎樣 要來我再查誰表嗎 請讓開 請讓開 藍軍也炮轟衛福部輪為陳時中的競選總部 徐瑞緣那你就說出前客的名字 不敢講用影射的方式 那無非就是想要替陳時中 去置換台北市民對這場疫情 對陳時中的記憶 行政單位不中立到這種程度 聞所未聞 難道民進黨真的選情購集 周末到中台灣奏勢 總裁英文說出這番話 年底的這場選戰 在中共二十大之後 我們的第一場選戰 現在全世界正在關注台灣 2018年我們挫敗之後 兩個月不到 對岸就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趙少康狂摔 民進黨一到選舉就喜歡高唱抗中保台 要就有尬詞一點 直接把跟大陸一千七百億美金的順差斷掉 否則一邊賺別人的錢一邊罵人 不是很可恥嗎 甚至痛批民進黨說照顧七年 結果公宅沒有 疫情還變長 當然沒有人要支持民進黨 發現到抗中保台已經失效了 以為民進黨代表台灣 他現在沒有政績可以打 已經沒有招了 綠營在地方選舉大打恐嚇牌 不僅引起反感 恐怕也催不出更多年輕選票 記者張當彭林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實際來關心的 是現在選前黃金周 各個陣營全力衝刺 那麼綠營在昨天是選在中部 聯合了苗栗台中彰化 還有南投四個縣市舉辦大造勢 國民黨則是選在桃園 舉辦北北基桃竹苗大型造勢活動 直球對決 而民眾黨柯文哲來到新竹 幫高雄安來站台 那麼今天超級星期天 當然各個陣營也是會好好把握了 山市中舉辦 騰襲台北大遊行來衝選情 包吻黃珊珊也來辦 偉大市民挺珊珊的大型造勢 就是要來對抗 而另外國民黨則是把戰場 遷回高雄 由韓國瑜領軍號召 泛藍歸隊 柯文哲則是前往台中輔選 好 當然呢 所有我們都會非常的關注 都會有小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幫我們 好好的鎖定了 所以在這邊提醒大家 一定要持續的關注囉 好 當然呢 現在呢我們也來看到 完整的相關報導 選前黃金州國民黨大型造勢聯合晚會 19號桃園登場 串聯北北基陶竹竹竹苗大團結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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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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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國旗進場 全場沸騰最高點 北市薩嘎都基戰 藍營呼籲泛藍團結 民進黨和陳時中 他們給大家的藥 卻是高端 卻是黑箱 這根本就是 這幾體油斷 民主對抗黑箱 是光明對抗黑暗 大家都對不對 對 蔣萬安猛攻 綠營黨買疫苗搞黑箱 同一碗另一頭 民進黨在台中舉行 翻轉中台灣造勢 中章投瞄四位縣市長候選人 全道場 蔡文壓軸登場 狂轟盧秀燕說好的台中捷運藍線 改善空污 怎麼都沒進度 四年過去了 空氣沒有換新 選舉的時候 空氣是政見 選後 政見都變成空氣了 靠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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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營三大巨頭 包括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合體 把握最後衝刺機會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已經向市府請了一個禮拜的假 全力拼拂選 周六回防新竹 幫高鴻安站台 怒轟綠營動用國家機器 其實你看看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常常是對的事情不做 不對的事情一直做 看起來又很難動 民進黨大概是 集合全國之力 打他一個人 高鴻安身陷助理費怡雲 遭北檢列為被告 目前全案調查中 黃金州各陣營調整戰略 國民黨追打綠營黑金爭議 民進黨則是放話 高鴻安的爭議 本週將有好料上菜 選前超級星期天 陳時中舉辦 騰襲台北大遊行衝選情 傍晚黃珊珊也舉辦 偉大市民挺珊珊 大型造勢 直球對決 國民黨則是把戰場 牽回高雄 由韓國瑜領軍號召泛藍歸隊 柯文哲則是前往台中進行浮選 超級星期天 各陣營全力衝刺 大打團結牌 要吹出自己的基本盤 記者林信仙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早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安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下一個星期三更多隔